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确认是仪藏岩 紧急帮他安排住院观察 过去医院说要病情解释 后来说是急性脑中风 因为谢行妇人的病况急转直下 院方甚至通知他的子女 可以开始安排他的后事 医生还有说 刚刚别科的 有来看过 差不多剩一个礼拜 然后就 还跑去买卡位 不过谢行妇人的子女 在筹备丧葬事宜期间 她们的妈妈却在3月5号 奇迹寺的苏醒 虽然被医护人员说是医学奇迹 但谢家人只想搞清楚 作息跟饮食都正常的妈妈 为何突然半身瘫痪 由于院方给的是空白病例 这让家属怀疑是院方的疏失所致 除了将妈妈转院外 也公开这起事件 希望能得到清楚交代 而至于家属所申请的 病例为空白一试 安南医院强调 病例仅提供大变化的摘要 及重要决策记录 若需要更完整的医护记录 可以再前往医院申请 整本病例内容